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名字叫格里高利 格里高利一时二时 所以他故意给这个最弱小的孩子 人们眼里最愚笨的最弱小的孩子 叫他格里高利 所以这个格里高利呢 是被这个红尘世界最瞧不起的 踩在脚底下的最卑贱的人 可是呢 在神面前在上帝面前 亚当这个老牧人叫亚当 亚当是什么人啊 是最粗的这个男人啊 亚当才发现他会认怒 你们都迷失了 他把你们领出来 你们活着他牺牲了 他简直就是耶稣 但是你们认不出来 在现实当中认不出来他 所以我今天送给大家这个小册子 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我就发现文学的一个道理 就是人们不敢确信 说文学是给弱者的礼物 这个圣经当中就讲 上帝拣选了那些弱的 愚笨的 当然那些有智慧的 有血气的 在上帝面前 一个都不能自夸 反倒羞愧 这个里面说的就是爱 就是圣经当中 如果圣经新约用一个字来概括呢 就是爱 我们听一听这个圣经当中 对爱的描述 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格里高利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它多么深厚的基督教文化的背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动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 我的父亲 嫉妒 我自夸 骄傲 计算别人的恶 轻易动怒 反过来 爱是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整个小说 因为我当时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看得特别感动 我们一个外教 给我们上外语课的时候 偶尔学到了 我一拍脑袋 我说我来益这个 因为我太喜欢了 所以翻译啊 谁最后译出来东西 不是说他英文多么好 中文多么好 而是他被感动了 文学作品也是 不是说我有多么强大 我念了多少年的文学 我读了多少书 错 是你心里面感动 而且你确信 它是有价值的 我送给大家这本书也是 是一个弱小的人 他因为失去父亲 离开雇员 感到自己的悲伤 感到自己的弱小 感到自己的孤独 但是呢 他不把这个 当成一个负担 他当做一笔财富 当做一笔财富 并且呢 把他连起来 把他这个 不断地在心 用心血来酝酿他 把他变成一个美誉 把他变成一个美好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我们都是普通人 都是弱小的人 我们分享这些 适合这个世俗上的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最好的东西 我告诉大家 都是免费的 这个钱可以买来 很好的东西 但最好的东西 都是free 都是老天爷给你的 也不知道怎么给的 就是大家就要来分享的 没有说什么东西 是你要用千金万银买来的 不值钱的东西不要钱 那最珍贵的东西 同样也不要钱 我告诉大家这个道理 我碰到的 给我这个心灵深处 最这个怎么说 最大的光芒 最灵性的点拨的 那个师傅 他除了送我一堆书 他没有 他没有 要我花任何的费用 他当时 我印象很深 他说 你跟我去印度吧 叫我去印度 我当时就想走 结果我的一个朋友 就拉着我 跟我一起去旅行的人 拉着 不让我走 印度 我说我们都没钱了 我们在路上卖唱 算命的来挣旅费的 这个 他说没关系 我们有啊 哎呀 我说我这个人不好意思 我怎么能 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 他说 钱都是Krishnah的 Krishnah就是他们的神 谁有钱啊 钱都是Krishnah的 我们大家一起用嘛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门徒是吧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就是门徒聚在一起 把财务放在一起 按照他们所需要的 分配给个人 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理想很遥远 但是我们 不能够在社会上实现 我们是不是能在身边 小范围内 哪怕三个人 五个人当中实现一下呢 哪怕只实现这一个瞬间呢 实现了就好嘛 所以这样子 所以关键是什么 要信 所以圣经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话 哥林多前书当中讲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有信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我刚才跟这个 乃文同学上次讲到 他有新认识了一个女友 很高兴 我当时也是口无遮拦 我回去后悔了 一个星期我都没过好 我怎么能这样说 人家说要分手呢 我这个是不对的 我在这里跟乃文兄道歉 我说的分手是暂时的 分手之后 能不能团圆 看你了 我还是说这个例子 能不能团圆 就是说 我告诉大家 我这里卖弄一下 我的法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写过一个 叫什么 proposal 你们在那个 我们每堂课 我们那个小班 每个人都写一个 用简单的法语 写一个演说词 我那个时候也 十八九岁 我大概说了 这样一段话 我说 我已经选定了我既定的目标 如果有人跟我一起走 我们就一起走 如果没人跟我一起走 没人跟我一起走 我就一个人走 因为我是个人 因为我是一个人 人也就是男人 就是那个 鲍布蒂伦讲的 人们要走多少路 How many roads must men walk down Before we call him a man 人们要走多少路 才能有人的称号 我就跟 乃文兄讲 在这种关键时刻 生死存亡的时刻 我告诉你们 一个好办法 就是不要回头 千万不能像 那个俄尔普斯 俄尔普斯 竖琴谈得这么好 一回头 完了 你怀疑他 你就往前走 你不是说 你要跟我分手吗 好吧 再见 我走了 我告诉你 他第二天就回头追你 你要鱿鱼了两分钟 他就两年以后来找你 就是说 你转身就走 实际上 青年人的分手啊 有时候彼此是一种试探 我走了 看你怎么样 你根本就不要回头 他要是好样的 他就跟着你走 你越走越是好样的 他跟着你走 慢慢也会学好的 他要不是好样的 有更好的人跟着你走 所以一句话 你就走 你知道吧 你就往你的目标上走 完了 我把秘密都告诉你们了 就是真正的内心啊 不是做戏给别人看的 就不怀疑 一个人不是往那个 往那个想不开的地方走啊 是往大目标上走 往光亮的地方走 一个人确立自己的目标 往一个具体的 又同时也是神圣的一个目标上走 默默地走 走他个十年 你看谁不跟着你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啊 最后人们之所以分开 是因为怀疑 不相信啊 不相信 非要去做调查研究 这个人家庭出身 背景 这个干过什么事 从前有几个女朋友 有什么劣迹 这都不足以说明问题 你要相信 相信你的目标 相信有最好的朋友 跟着你 没有拉倒 你得这么 这么孤绝 这个时候 你就赢了 就是 不想回头 不能想着回头的事 就往前走 我这些年 我别的本事没有 我好像还有这个字 我相信 因为我好像能听到 心里面的声音 我平常在现实当中 这个路痴 老天爷惩罚我 知道人生的道路怎么走 所以任何城市的道路 我总是找不到 就晕啊 去过好多次的地方 还找不到 但是我心里特别清楚 我这辈子的人生道路 我知道在哪 我一直没有偏离过 这个是 我就觉得 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的这个 Halfbrother的故事 大家有兴趣 可以想一想 或者找类似的故事 看一看 那么 我就在想 我送给大家的这本书 和这样的书 一曲同工 一曲同工 就是 是弱者 给予弱者的礼物 而这个所谓的 弱和强的标准 是这个世界来定的 我们如果不满足 这个世界的标准 那么我们自己 做一点事情 看一看 从点点滴滴的事情 做起 不要 不求这个 我们这本书 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给我带来什么 荣华富贵 没有 托尔斯泰写的一个笔记 他自己做的读书笔记 有一段话特别好 他的意思是说 你做的任何事情 好事坏事 上帝都看得见 God is watching us 不是有一首歌这么唱 上帝都不会错过 哪怕你黑灯下火的 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做了一件好事 上帝都看在眼里 他不会漏掉 你做的好事 但是呢 你做了再多的好事 他也不会给你什么奖赏 他看见了 就是最大的奖赏 所以我们不需要说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落笔没有信心啊 我认为还是有私心杂念 你总想着这个东西 能给你带来什么 这就错了 我一直觉得 我写作 我只想给朋友看 但是我跟这本书 我现在就是送给你们 我的勇气就是找到你 我跟这本书一比 我还是有差距 这本书是真正的写给 这个你们重庆的山水看的 写给顾员 写给已顾的先辈看的 你想 这是多么大的勇气 多么大的孤独 多么纯洁的一种心愿 文学反过来 要求的是纯洁 要求的是 这个 与这个世俗 与不同流合污 而且不妥协 你有这样的信心 你离文学 就非常的贴近 哪怕你这个人 一个字都不写 你也很文学 你做的 做人做事情 叫什么 十三百 一言以蔽之 四无邪 如果一个人四无邪 行动也是正的 纯洁的 那他不写文学作品 他也会变成文学作品当中的一个人物 他直接就是文学了 他都不用写了 他就是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 文学的道理啊 就这么简单 我们回归到这个 我们这个课的 这个总的脉络上来 我们铺垫 一铺垫铺垫了 大半学期都过去了 我实际上刚前面讲的 实际上就两个话题 一个希腊神话 一个圣经 实际上是铺垫 结果一垫垫了两三个月 我们今天年归正传 讲我们的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啊 我建议大家每个人买一本 这个版本啊 我当时买的时候啊 比你们年龄还大 我也看不懂 我就听说 这个好像是蒋介石 叫他儿子必读的书 这个我自己买了一本 我也看不懂 结果我这些年一看一看看懂了 而且越看越懂 越看收获越大 书文解字 就是一个 简而言之 是我们汉语的一本字典 是最早的字典之一吧 还有更早的 就是说 它的这个排列 它的这个 把字的排列的方式 思维方式 特别的棒 特别的有智慧 这个是汉代 一位叫许慎的人 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在公元一百年到一百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的时间 一个叫汉代的许慎 收集整理编排的 这样一本 收文解字 我建议大家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版本 有一点难读的话 现在还有那种横版的 我建议大家配合着买 买一个这个 买一个这个 横版的 有注音的 有标点的 这是没有注音 没有标点的 我断定 就是如果谁用心去读 收文解字 我们的汉语水平 和智慧的水平 会大大的提高 好 我们来讲 收文解字的第一个字 一 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 为初太史 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 化成万物 这跟圣经当中 讲的一样的 起初 地是空虚混沌 约灭黑暗 上帝的灵运性 在水面上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 于是把光暗分开 有白天 有晚上 这是头一日 就上帝创造了天地 每一种宗教 都讲他们的神 创造了天地 而我们的宗教 说一 我们没有给神 起名字 我们的神不叫佛 不叫基督 不叫Krishnah 也不叫安拉 真主安拉 我们的神叫一 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办法 很聪明的办法 所以我们注意到 正因为祖先 留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我们与任何民族 没有矛盾 没有在文化上矛盾 来 佛 基督 来了 请 做 喝茶 没有矛盾 我们包容他们 因为都是一 我们祖先早就告诉我们 万物的本源都是一 有什么好争呢 这个谁 Bittles 约翰列农他们 就理解了 大家知道Bittles 有一首歌 Imagine 最著名的 You may say I'm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One day you will join us And we will become as one 如果你说 我是个梦想者 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 有一天你也会加入我们 我们就会合而为一 就是这个一 它是世界的本源 所以我这辈子到这个年龄 我最大的梦想 我就是 今天就告诉大家 而且我这个梦想 说出来就已经实现了 就是因为我把这个 我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 我认为 一个汉族人 依靠我们的说文解字 依靠我们的史记 和说文解字 和中国的文化 就可以找到信仰 就可以找到精神的 全部的寄托 外来的宗教 任何宗教 都是好的 都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我们自己 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化 找到信望爱 我们不是一个文化的乞丐 我们有信仰 只是我们的信仰 和别人的信仰 方式不同 所以那些狭隘的教徒们说 哎呀你们中国人好可怜 你们没有信仰 我们给你们一个信仰 错 我在长江边 见到这么多农夫 渔民 跑船的这些 他们生活 你问他缺什么 缺钱 缺少这个社会的公正 你问他的心灵 缺什么 什么都不缺 满满当当的 有祖先崇拜 有对自然的敬畏 有文化 有义 为初太史 道立于义 造分天地 化成万物 这是什么 每一个神都是这样 我们有神 有宗教 只是我们敬鬼神而远之 我们完全可以依赖自己的宗教 这就是我们的圣经 收文解词对我来讲就是圣经 而我今天说这个话 不是我一拍脑袋说的突发灵感 是我走了很多的路 我去印度教去学习念经 我去拉萨 我去西藏去朝拜 我读圣经很多年 这是各种宗教 也谈不上各种 就是主要的宗教 我都用心花了一些年头去学习 去敬畏 去敬拜 最后我发现 都归到收文解词当中来 一点都不矛盾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月亮 是吧 我们说法语叫La lune 英文叫The moon 中文叫月亮 那么月亮 La lune The moon 月亮 这说的是不同的东西吗 当然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语言不同 称呼不同 而不仅是称呼不同 感受也不一样 我们今天看见一轮圆月 可能在法国看见就是半弯残月 在美国可能看到的又不一样 理解吗 每一个民族 因为它的历史不同 它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地理环境不同 所以它对世界的理解不一样 举个例子来讲 我去那个拉萨之后的第二年 我去了那个西双版纳 结果我就发现 为什么西藏人这样子虔诚的信仰宗教呢 道理非常简单 你们去这个拉萨看看 一抬头 星星挂在树上 离得太近了 星空落到人肩膀上 你会很害怕 突然星星落下来了 等于降了三千多米 实际上是你身高了三千多米 又没有污染 你一看那个星空 感觉到浑身的震撼 因为什么 你会想 哎呀 这星空多少年了 无法算计 它还要存在多少年 它已经存在了多少年 它有多么大 我们的位置多么的渺小 我们不过是星空当中的一粒微尘 生死 一瞬间的事 你不得不考虑这些事 可是在云南恰恰相反 在这个红土地上 因为它这个地方多雨 老是这个 这个有很厚的云层 但是呢 多雨造成的结果就 红土地 云南的红土地 非常的肥沃 西双版纳 你随便撒一把种子就长出来了 长得香蕉 长得菠萝 长得稻米 这个我在这个 西双版纳旅行的时候 我花了一块钱 在林子里面买了一长串香蕉 拎都拎不动 走一路分给小孩吃 走出来 还有大半串 很重的 我自己也吃 就一块钱 92年的事情 土地肥沃 土地肥沃 现在也顶多三块钱 都拎不动得要